怎么能不要下雨 你不发一个晴天吗 反正看不出来太好了 证明暂时没有雨 呀 跟乌云怎么越来越好 这一场演出 因为有各位老师 所以特别的牛肺 谢谢 还是一场变形骸 那谁能再做手 晃右手 never know 加油 辛苦大家了 辛苦辛苦 好热 就如大家的热情一样 城镇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视频开始 先说一个好消息 周深官宣加盟2024 影视音乐盛点 2月17日 在百事TV 和东方卫视 番茄台直播 周深入围的 电影金曲友 人士 电视剧金曲友 何光同城 2月17日 和周深一起 见证荣誉时刻 1首歌曲很想哭了 就这么多人 淋着雨 自己在之前 我做了一个梦 深圳的第一场 个人体育场 只有前面两台 那个梦真实到 我就觉得 木里的我也很坚强 唱完了整场 2月12日 周深工作室 微博发了 演唱会深圳站的Vlog 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 工作室同时在B站 也更新了深圳站Vlog 两个Vlog核心一样 却又很是不同 B站版本时长更长 多了很多周深的次数 或者对话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B站版本周深说 自己在之前 做了一个梦 深圳的第一场体育场 就前面两排 梦很真实 梦里自己也坚强地 唱完了整场 本来看到这里 都快哭了 结果评论区 米姐不干了 一排2.5万人 我们都是郭吧 深圳场阿飘 后排提醒大家 还有网友直接发了 米苏饼图片问 周深 这是你眼中的米吗 当然 还有周深 在Vlog说的 谁说输家 没有奇迹时刻 输着输着就赢了 周深就是璀璨冒险人 就是奇迹时刻吧 但无论怎么样 也正如周深所言 这场演唱会 因为一起淋过雨 大家就真的更难忘了 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无论多少岁 或者无论做什么工作 我们都可以是最开心的小朋友 但是也永远都不要忘记 一颗糖 就可以给你帅来的快乐 好吗 这个镜头 我已经回看了无数次 但每次都会忍不住一起开心 好喜欢看他这样开怀大笑的样子 真的是太开心了 不由得嘴角上扬 要一直开开心心的 周深做梦 梦到的是体育场 只有前面两排 居然不是迷子们围追堵截 喊他家场的画面 说明喊的家场还是少了 成都场的迷子们 你们要努力了 自2024周深9.29赫兹 巡回演唱会官宣以来 周深歌迷的热情始终不减 抢票热度居高不下 作为中国内地最年轻的体育场 巡演歌手 周深以其强大的歌唱实力 吸引了众多中史歌迷 与路人粉丝 以官宣或完成的上海 深圳 成都 贵阳站演唱会均开票及秒庆 日前周深巡演 官宣了新一轮的两个城市 武汉与南京 分别在能容纳5.6万人的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 和能容纳6.2万人的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 这也是周深本轮巡演的第四与第五个数万人的体育场场次 6月12日20点 周深演唱会武汉站准时开启预售 6个不同票档数万张门票在开售第一分钟内就已经显示取票登记 预售结束后 近单平台的想看人数就已经达到了30.8万 周深演唱会抢票的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对此许多歌迷一面表示 旅战旅败抢票出PTSD 一面隔空喊话周深赶紧加场 本周六 依旧是6月15日 周深巡演的第三站 成都站即将在东安湖体育公园 主体育场震撼开场 截止目前 周深演唱会成都场的单平台想看人数 已经突破48.9万人 小编还了解到 晚20点成都站即将在大卖三开 如果不想错过顶级歌手周深的神级现场 那就抓住这最后的抢票机会吧 伤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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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像突然触发了一个什么暗器 好 是 我居然有这个荣幸 可以跟四万多人一起淋这一场雨 刚出来的时候的周深加上头发 甚至可能高达一米六七 淋完一场雨之后 加上鞋可能一米六四 还我的三厘米 在第一首歌我就很想哭了 就这么多人淋着雨 自己在之前我做了一个梦 深圳的第一场个人体育场 只有前面两排 那个梦真实到 我就觉得啊 梦里的我也很坚强 唱完了整场 今天是六月一号儿童节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无论多少岁或是无论做什么工作 我们都可以是最开心的小朋友 但是也永远都不要忘记 一颗糖就可以给你带来的快乐 好吗 你说奇迹十分是属于赢家的 我们输家也有机器 输着输着就赢了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 会在体育场开演唱会 谢谢你们 让我不再害怕 果然下的这场雨 让这场演唱会更难忘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篮白 中的入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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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